因长相萍萍 在学校的时候 有人嘲笑她长了一张鱼脸 在感情生活当中 与初恋女友见家长 女孩父母打击她 你不像是演员 长得不好看 像大队会计 你脸就像被人一屁股坐上似的 她就是28日被评选为 得意双心的文艺工作者张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风格8点半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 张艺的感情故事 欢迎大家评论区里面讨论留言 提起张艺 可以说如今的实力派演员 是实至名归的影帝 他的演技 我不在这里更多的介绍了 大家都认可他的演技 我今天主要和大家说一下 张艺的初恋女友 在车祸10年后不幸去世了 后来娶了一个 比他自己大6岁的 二婚女友前领恋 一个重情重义的 北方汉子的感情故事 我们先来说一下张艺的初恋 当年哈尔滨话剧学院招生 这个张艺报考并顺利的录取了 在话剧学院学习表演 也就是说张艺开始了演员梦想的地方 但这里终究不是特别专业的学校 于是19岁的张艺 毅然前往了北京闯荡 进入了北京战友话剧团 成为了文艺兵 但因长相平平屡遭打击 团里曾经投票选出三个最丑的男生 结果张艺就是其中之一 被送了一个外号 叫做驴脸 这话说的太刺激人了 不过这个时候 张艺的初恋开始了 在团里啊 张艺遇到了一个十分优秀的 而美丽的女孩 和别的人不一样 她不嘲笑张艺 是这个女孩非常的欣赏她 就这样张艺的初恋开始了 由于感情的不断升温 女孩就带她去见父母了 本来以为能够得到这个父母的祝福 但是女孩的父母却坚决的反对 甚至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你不像演员 像大队会计 脸就像被人一屁股坐着似的 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张艺的自尊心 就这样美好的初恋结束了 而张艺把这份感情 也深深的埋藏在心底 拼命的努力学习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 她接到了一个休息 让她一辈子都不能够释怀 初恋女友突出 而且非常的严重 一直昏迷不醒 成了植物人 突如其来的消息 张艺非常的难过 甚至成了张艺一辈子的痛 而在2006年 张艺的人生迎来了春天 也可以说 一封信改变了张艺的命运 当时士兵突击剧组招人 张艺给导演康空雷 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推荐信 最终参加了电视剧士兵突击 凭借着使班长的一个角色 让张艺彻底的火了 而这一年 张艺也遇到了现在的夫人 钱林烈 钱林烈是一位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做音乐的优秀记者 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九州议院汽车旋律的主持人 非常有气质 而他们的感情开始于一场大雨 在一场大雨的时候 遇到的 当时张艺没有带伞 这个时候呢 钱林烈就路过 就好心贴心的 给了张艺一把雨伞 就是这把伞 让二人结缘 张艺为了这个感谢钱林烈 请他大吃了一顿饭 一碗拉面 因为张艺当时也没啥钱 还想表达一下谢意 就这样一来二去点 两个人就熟悉了 那同时呢 钱林烈在这个感情当中呢 也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原来丈夫呢 是素有中国奇谭少帅 美誉的围棋九段 郑红 但是二人的感情不合 最终离异了 而张艺的出现 让钱林烈再次的 看到了爱情的温暖 与美好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而好朋友知道 他结婚的效益以后呢 没有更多的祝福 而是感到很诧异 这为啥影帝张艺 会娶一个比他大六岁的 还是二婚的钱林烈呢 大家不知道的是 当张艺在最困难 最无助的时候 最痛苦的时候 是钱林烈一直在陪伴着他 默默的支持他 甚至在结婚的那天 两个人没有自己的婚房 那两个人也把心交给了彼此 回顾这么多年 张艺演技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的粉纹出现 生活平淡 但充满幸福 就在28日 演员张艺获得了第五届 全国中青年 德艺双心文艺工作者的称号 我们一般都叫 德艺双心的老艺术家 但是张艺的德艺双心呢 也是实至名归的 公众人物就应该给我们传递正能量 如今事业上已经非常的成功的张艺 对待自己的妻子钱林烈 充满了宠爱与包容 而钱林烈呢 也一直默默的支持着他 理解着他 而当时的初恋 在张艺的心里面 也算是永久的痛吧 那么这样有情有义 而且又有演技的一流的张艺 你是否也喜欢呢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